白衣是海豐,普魯華穿全紅衣 海豐有很多韓國的外援坐陣 包括前隔腳,這個就是郭炳徹 對著曾亭輝在底線,看看他怎樣過球 如果被他過了,這個球很精彩 但曾亭輝是香港代表隊的成員,很露宿的 最後是唱滿場的,給自己的隊友 執法球證就是歐志誠,現在的原文都在卡納大 李光線這個球也射得很漂亮 很厲害,當年李光線也是一位投球非常好的球員 金顯福,也是另一位南韓的外援 投球斬到中路,李光線這個球頂高了 非常可惜,上場大家打成零比零的平手 比賽的當日,天氣是非常炎烈的 又是李光線,這次他走到開店斬到中路 一射這個球,是被龍門瘋絲救了出來的 非常可惜 好,黑哲晨 你用他的速度上過,胡輝明 黑炮胡輝明這個球捕入中路 黑哲晨落在他的腳下,再過 拉不住,最後就是,沒辦法了 一撞之下,黑哲晨整個插在地上 金顯福就將他撞跌 球證,歐晨成給了一個十二碼 雖然是王德祥走過來和球證投訴 但是照給這個十二碼 由森寶主題是這個十二碼 森寶的十二碼令到要進揮捉錯位 火路華嶺先進去下半場的九分鐘的時間 輸了一球之後,海鋒馬上展開這個反撲 李光線,送過來左手邊 金顯福 兩個都是陳發芝 第二球才會被中路,曾亭輝 最後就是追成一比一平手 海鋒追成平手 這球是後衛塔Q,導致失球 唐美臣,另一位是英格蘭的外援 十四號是希活 由高雲地利借過來 陳發芝怎樣?遠處 射到球底 原本這球是他最適合的 波里球 可惜射高了 我們看看海鋒這個佛球又如何 好球 有李光線的投球,挺好的球員 平空力很好 投高了 郭瑾銓 得住不住身體 初衝後再起腳 但是最後是被陳發芝 拍過的球員高出 我確實知道後來也轉為寶劉華 繼續給了新保的過頭球 給列治 列治就是寶劉華球隊裡 唯一一個非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外援 他就是德國籍 希活斬入第一條處 這個球似乎有誤會 沒錯 遙俊輝和後衛誤換 因此導致列治有機會再進入球 2比1 寶劉華再到位領先 曾廷輝 和黃達才一個撞場 深保再撞一次 漂亮 一督督的右手邊 這邊有希活 地球抗下給糟爐 攤凍未吃 沒錯 列治連入兩球 寶劉華是領先到3比1 如無以外 應該會獲得這屋桌忱凡的貢骨 又把黑拳插到一個宫勢 最後梁偉文解圍後 最順腳就是抽水衝進去膝蓋 球證又再給一個十二碼 你看看,解圍後沒有收到腳 再踢下去 之前剛才在前面不夠十碼的時間 當然你也看得很清楚 保留華的教練中間的位置是韋利 是英格蘭的教練 再次由申保者的十二碼 看看是否有不有 又回到那邊,四比一 保留華對一個比較大的比數 是贏得這場比賽的 後來施健熙也有另一次機會 看看黃達圖的輸送 送他來給列治 列治就不貪工,咬進了中路 施健熙這個球竟然面對空門射出界 不過不要緊,那時候比數已經拋離了 純純利利是保留華奪得是足腫杯的冠骨 隊長安達臣也代表球隊接過這個獎杯 比賽後當然也循例 是繞著大球場的跑道繞長一周的 是繞長一周的 然後是個了大球場